下凯住了一个房间 教室后边 前面带路快点 来 这 慢点 上 川南一带的武装暴动失败了 那夏先生 夏凯的身份也已经暴露 省委将他调往川东 武装暴动 就是温委员指挥的吧 对 他是这次的同指挥 但是这次武装暴动的失败的责任 不能归咎于他个人 是他执行的路线错了 做清冒险主义路线 不承认中国革命的长期性 和不平衡性 盲目要求各地党组织 领导武装暴动 攻打中心城市 导致各地党组织的损失 非常的惨重 那现在怎么办 田云同志 组织上决定 派你回自留警工作 什么时候 越快越好 那我的任务是 尽快恢复 遭到敌人破坏的 自留警特职 并由你来主持工作 是 此次回去 任务非常的艰巨 又要独当一面 你有信心吗 我不会辜负 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好 丁先生 我有一个想法 你说 我离开自留警很久了 这再一回去 没有个正当职业 很难开展工作 我想 我在咱们道梁谋 学到了不少 出帮的东西 我能不能回去 开个小饭馆 一来可以安身 而来可以掩护工作 好啊 你和组织上 想到一起去了 但不是开小饭馆 而是大酒楼 大酒楼 对 夏凯同志领导的 自留警特职 长期以来 注意在基层群众当中 开展工作 然而 却忽略了 对官员 严商 乃至刨戈帮会 自留警上层的渗透 和瓦解 知己不知彼啊 此次武装暴动失败 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因此 组织上希望你 这次前往自留警 除了在基层群众当中 继续扩大 我们党的影响以外 还要和商骨名流 达官显贵 多多交往 这样 可以掌握更多的情报 更好的掩护 和开展我们党的工作 天云啊 你要成为一条 能够周旋与自留警 各界的变色龙 但是 组织上能够给予你的经费 十分有限 开办大酒楼的大笔资金 还要靠你自己去抽策 你看 我能想到办法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的五弟 孟天睦睦 对 就是他 这就是他离开成都前 他的未婚妻在司马桥上 给我们拍的 您怎么会有这张照片 他就是几年前 破解林茂森的藏头诗 并且替他取回那本 重要书记的孟天睦 对 就是他 组织上经过调查确认 你的五弟孟天睦 在川北苏区政治保卫局 对他进行审查期间 打伤卫兵逃走 而后 投入了你大哥 孟天成的部队 在阻击红四方面军的百丈战役中 他立了战功 晋升为少校 并且被送到 峨眉军官训练团受训 在那里 他加入了国民党 现在气象不明 鉴于他来过道梁谋 并且知道范庄的性质 因此组织上决定 从现在开始 放弃这个交通站 你到自留警以后 若有紧急情况向我汇报 就用密语电文跟我联系 这个是密语本 拿着 这个是我的联系地址 另外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 整个自留警机区 没有暴露身份的通知 只有两个 一个会在车站跟你接头 另一个 是下台通知的交通员 他们一直是单线联系的 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 还要靠你自己 求恢复关系 天忆哥 我做梦都没想到 接上的人是你 我也没想到 真想你啊 兄弟 我也是 你能回来我太高兴了 今后咱们就是战友了 一起并肩战斗 你是从手上下来的干部 我都听你的 上级指示我们 开一家大酒楼 掩护党组织的工作 大酒楼 你带着多少钱回来开大酒楼 五百块 租房子够了 其他的 我再想办法 刚才那家店 那套还可以 但是太偏了 那你都需要什么挑战 第一 要在城中心 第二 最不能少于四开间 最好有二楼 第三 要有后门 而且后边可以住人 那你跟我走吧 好 行了 别烦了 我走了 我再解释给你 刚做好了 同僚 你跟他再谈谈契约的事 好 来 您这边 你把水峰中学的工作辞了 过来做帐篷先生 我算了一下 这殿堂里大概能摆十张大桌 楼上的六间屋子就弄成雅间了 那厨师呢 过两天就有一个人称 川南第一道的李师傅过来 你就招一批伙计 负责打杂就行 好 找人把这几间屋子收拾出来 这间当账房 这间当库房 剩下的既可以住人也可以用来开会 天远哥 我们付了房东一年租金 又买了这么多材料 现在可没有那么多钱了 不慌 我这就去筹钱 你到哪里筹这么一大笔钱啊 我说出来你可别惊讶啊 你说 曹子财 曾 将来这间酒楼 就是咱们党组织的秘密交通站 我把曹子财拉进来当股东 一方面利用他的资金 另一方面 要利用他在子流井的身份 跟三教酒楼的关系 来当咱们最好的保护伞 这个酒楼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就叫天下滋味 先说说这道干贝炒鱼闹 你们后厨的墩子师出的鱼容 是拿刀背砸出来的吗 把砧板上的翼根 菜刀上的铁锈的全带到菜里 是 鱼刺 鱼精 都还没有眼牙挑进 就敢下锅推成 这个 怎么能直接下到热油里炒呢 这外头都焦了 里头还没熟呢 你是欺负我们没有吃过正宗的炸斑者 哪敢哪敢 兰花堵丝 堵精都没丝干净 就敢下刀切丝 师娘叫的吧 你们桃园酒楼也是号称 自由井数一数二的大酒馆 这么打点客人 欺世到名 你说的是我再叫后厨重新做一串 免了 你别以为我点评了几句 他们就能把做这几道菜的卯鞘给学去了 实话告诉你 见真章的 我还一个字没漏呢 谢谢你不凌刺脚 这桌菜全免了 你以为我是来讹你这桌菜的 赶紧走 赶紧走 别坏了我和四弟的弹性 哎哎哎哎哎 就这几刷子抓黄手艺 自留井居然也有人给他们捧场 哇 来 语哥 二哥 今年不见 我当对你刮目相看的 怎么说 我身上多出了几问洗礼之气 不该不行啊 原来那副样子 在江湖上是混不下去的 数年秒无音讯 二哥都在何处发财啊 发财谈得上 瞎混 瞎混 那怎么又回来了 是不是打算去跟大娘低个头 重回武德堂啊 你看二哥是那种轻易给人低头的人吗 那愤然离开武德堂一世 能够与我分享缘由啊 不提也罢 一提就是气啊 你以为我当这个武德堂的少东家是个什么 那就是个百事 大事小情了 没有一样我能做得了主 受尽了憋决 若银出嫁可是你出走起因之一 老子亲手救回来的人 又喜欢了那么多年 连手都没摸一下 嫁给一个卖猪毛的捞病鬼 连说都不跟我说一声 我从总账房拿了二百元用 让大娘知道了 搞个臭卖一顿 差点罚贵一个时辰 对啊 那个老太婆向来吝啬 还记得吗 我们小时候吃饭 恨不得让我们把盘子都给捡 老子不伺候 天高任飞 海阔平逾越 自由自在多逍遥 何苦收那个鸟气 大二哥还记挂着若银啊 亲手捡回来的人 说不记挂我是假的 假 那也就不归我记挂了 缘分尽了 我在成都 又有了新想法 这真的假的 大学生啊 猪猪 怎么样 没猜错的话 那二哥这次回来还是冲着武德堂呢 你要是无端被人删了几巴掌 你会怎么做 懂了 我就说嘛 二哥不会把孟武德堂忘得一干二净 不嫌弃的话 跟我回曹永冒堂吧 我连武德堂的邵东家的椅子都不愿坐 更何况你的曹永冒堂 但我对二哥的了解绝非是个缺制罚去之人 莫非另有所谋啊 事不相瞒 你看 在江湖上混了一圈 知道了江湖的险恶 自负我的心力和志趣 那是最适合开一个大酒楼 广交江湖朋友 谈风月论诗文 再创几道新食菜 岂不快哉 难怪你对刨处之道会有参舞 二哥 酒楼何时开张 可有辜货人 怎么 你有兴趣 当然想入一股啊 好歹是跟二哥连妹做庄生意 与曾经最受气准的二哥共进队 正好可以让武德堂那个老代博 吃挨人子 让你入多了吧 我就成了给你打工的伙计了 让你入少了呢 你又枉背了一个合伙人的名义 这样 你我兄弟碗底开花 对半股火 如何 你说个数 多少 五万哪 又不是开当铺 五千足以 我认了 只要是让孟武德他不快的事情 哪怕鸡毛算品 我曹子才向来不敢忍耗 来 从脉象上看 你是邪欲于内 气血组织 脏腹虚弱 杨徐气线 没什么大碍的 跟前几日我来府上切脉相比 又有转缓的迹象了 上次开的房子就不用换了 继续服用吧 大太太这次病倒 全是因小姐一事引发的 慢慢敬仰吧 别无妥妥啊 我失礼了啊 送客 我是府上的常客 就不必客套了 大太太 还有一事要向你禀告 三太太她失眠倒汗 也很长时间了 我给她个号卖也开了方子 可三太太她死活不肯喝那苦药汤子 是要脱久了 要转为虚劳 那可就麻烦了 要不请三太太去成都四圣四街 洋人开的人际医院去看看西医 知道了 送客 谢谢 我送啊 您慢走 二王 送送客先生 好 这三太太啊 她也就是为老六的事情 心里头淤了一口气 要不这样吧 你叫个人陪她到成都去 看看病 顺便呢 再散散心吧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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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点 好兴趣啊 您这是要上哪去踏行郊游啊 我去哪儿跟你有一文钱关系吗 走 伍德堂的人还是没捣装啊 这不是逼着我下药吗 你先别跟我进去了 打探一下 他们大包小包的倒掉上哪儿去 是 各位 抱歉啊 来晚了来晚了来晚了 哎呀 曹总管 你办谢礼席最后一个才到 怎么说 罚 罚 认罚认罚啊 跟袍哥人家在一起绝不拉西白 来 请坐 请坐 这次啊 几队孟武德堂得元得后前庄 辛苦出围了 我先走一个赔礼 曹总管 我们可是费了很大的劲 结果呢 是给人家抬了回轿子 是 那姓夏的倒是把那婆娘骗到手了 你我呢 狗咬猪尿包 哼 承认 这次功亏一篑 我不否认 原社局孟府提亲 只是想激怒心下 输了他归儿子当了针 硬是敢挪用盐税款 去换孟府那碗汤圆吃 此其一 再就是没料到武德堂的东家 竟然真舍得把宝贝女儿 嫁人坐小来脱套啊 所以说嘛 人逼急了 什么匪夷所思的事都能做出来 不过话说回来 也不能讲毫无斩货啊 斩货 你曹总管倒贴了几万块钱 斩货什么了 孟府的家丁露出来的消息说 我那个六弟有可能出于私分而火上浇油 孟老太婆竟将其家法处死 随即大病倒下 很有可能就再也拔不起来了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 从古之兵非好战 攻心为上 攻心为上 能把孟老太婆的心气灭了 神光退了 就是很不错的战火 来来来 曹总管 查清楚了 他们是去成都洋医院看兵 怎么去的 去的我这儿 坐火车 坐火车到旭府 改上行船到加州 再换小船到成都 这起码也得五六天时间 看来是不急着赶路 以散弹游爽为主 你先去吧 温大爷 你和尚宫堂口 跟成都的刨壳堂口可有交道 什么叫可有交道 我和佟生社执法当家 李白善李三爷 那是喝过鞋酒的拜把子兄弟 你说是什么交情 我想给爬不起来的孟老太婆 心里再堵上一块石头 可不请同声社的兄弟帮忙转还 你直接到草市街 留春茶铺 找李三爷递上我的骗子 他自会鼎力相助 多谢了温大爷 来 我来 你去哪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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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单抓药 三副 神沙 赤勺 法下 清代 天台屋都有 只是缺一位做药引子的 莲子夫区 哪能买到 这自留警 只有一家遭访友 先生 您需要打酒吗 缺服药 调弄点莲子夫区 做药引子 能有点喝吗 我们永生遭访只有大区二区 喝酒 烧酒 饮酒 是哪个药的莲子夫区啊 是我 缺服药 缺一位做药引子的莲子夫区 取夫子啊 是造访的关门财神 盖物外卖 做药引子啊 只要三千 行个方便吧 我能看看你的药方吗 一边请 我的代号叫木毒 用刚才这套暗语和我联系的 一定是新来的上级 我是杨老五 我觉得你很面熟 想不起来了 孟武德堂 对对对 想起来了 孟武德堂的二少爷 那天灯会啊 我还见过你们一大家子的 我现在是马上就要开张的 天下滋味大酒楼的老板 详情以后再谈 我接替了夏先生的工作 以后就由你单下跟我联系 叫我孟老板 孟老板 联系方式 你的酒 有卖往成都 重庆的吧 有 每月都有订单 是买家派人来订了 不是 这样的 每月的往日前后 买家都会拍店冒到邮局 我叫人去去 然后再顾车船把酒送过去 那就好办了 以后 天下滋味的酒 就由你来送 要是我不在 就有一个瘸子管账 负责交接 但是记住 除了我之外 任何人给你的电门 信函 都不能接 明白 一会儿 照着地址 把这份电报发出去 记住 日后 若是有落款是增工 或者是送丁的电报 那就是成都方面 发给你转交我的 你就把电报藏在酒峰的 家层里 借送酒的机会交给我 但是记住 千万不能借任何人之手转交 明白 你怎么了 情绪不高 莫德同志 您是没看见的 太惨了 光是长宴当河滩 仅被司令部就枪杀了 我们三十几个同志 还有各项被清剿的农会会员 更是躲得前线下 我不是胆怯 也不害怕 我不是胆怯 也不害怕 我是心寒啊 你一定要向组织上汇报 那些被敌人杀害的 都是对我们事业 忠仁不二的好同志啊 这种遗乱几时的事情 再也不能干的 我知道 我知道 这笔账 咱们给他们记着 现在 我们确实是 到了最低谷的时候 但是 越是这种时候 我们越是要坚持 要相信 革命一定会成功 我 杜娟 你好好检查一下 普通照备 别有狮子臭臭 嗯 好嘞 这就是有名的凤吉客栈啊 是 这儿啊 就是提督街有名的凤吉客栈 我和火箭两个人 住到楼下西二房 您和杜娟 就住楼上 晚上我们不插门 有事儿 您让杜娟来换就是 我这楼下的客厅 我腰丝板交绝 七色二行八色八扬 徐东往西 周朗窗北 路上辛苦 他这是喊什么呀 客栈每天掌灯钱呀 腰师都会喊号 让住店的客人 清楚客栈的规矩 吵死个人了 把门关了 明天换一个亲近地方 这种闹法 我更睡得着觉 三太太 这个客栈 它都是这样的呀 放屁 我还不信这么大的成都 找不到一家亲近的旅馆客栈 三大面 自发自发 炸似手 香烹喷的肚子 喋叩的肚子 赶込手 胸来吃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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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太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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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 对 三太太 我们俩去伸个插手 去吧 赶紧回来 老板 来碗酥面 好的 太太 后面有人偷你的包 你们想要干什么 留远点好 打 打你们 打你们 什么人要怎么打 打人呢你们 走 走 看什么呀 走 来 杜鹊 快去问问 这船都怎么曝光呀 别 太太 别曝光 这帮人是东门的地痞路嘛 你们还是走吧 有事吧 不用 不用 先生 没想到在这碰上你们 昨天把我吓坏了 都没来得及跟先生倒个谢子 不用不用 我看你们是外地人 提醒你们是怕你们吃亏 先生 先生 您没事吧 我这个 我这个都皮外伤 没事 过去的就好 先生 过 我姓唐 叫我查理唐或是唐查理 直接叫我查理也行 查 查 查理 查理 我的英文名字 有点拗口是吧 对了 你们住哪儿啊 我有车我送你们 大太太 这就是我的车了 那怎么好意思 还要您送 没什么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能碰见就是缘分 对了 乌玛 你那先回去 我要送下这位太太 来衣服给我 好的 少爷 咱们去吧 你们两个也叫辆车回去吧 你们两个也叫辆车回去吧 对了 待会儿你要去哪儿啊 西都街奉吉客栈 怎么住那儿啊 正想跟先生打提呢 成都最好的客栈是哪家 最好的客栈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最贵的客栈 最贵的客栈嘛 在东大街有一个玉城客栈 还有一个老树洋人的叫同胜旅馆 那麻烦查理先生 领我们去看看好吗 行啊 来 上车吧 怎么样 开大人 我可闻不了洋人身上那股 骚火呼的味道 但是 这两家已经是全成都最好的旅馆了 您都不满意啊 就没有不当街 干净清净点的旅馆 这旅馆哪有不当街的呀 对了 您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呢盛勤地邀请您 去我的府上去住 绝对清静 而且还省房钱 我的父母啊都去上海了 家里就剩一个老妈子 一个伙父 还有个丫鬟 还有我 有的是房子让你们住 不合适 没有不合适的 这样 您来去看看 满意就住 不满意 我再接着帮您找 行吗 来 请吧 吴妈 吴妈 哎 哎 少爷 快 家里来客人吧 泡茶去 好的 院子不大 还算幽静吧 我们家老爷子啊 就爱摆弄这些花花草草 哎 里边请啊 来 来 请坐 太太 请喝茶 太太 是不是喝不惯这茶呀 这可是正宗的印度大吉林红茶 我朋友从印度带回来的 这个茶呀 要多喝几次才能品出茶香来 哼 哼 走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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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farewell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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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娘不愿意见我吗 也不全是 主要是这次大太太 病得实在是不轻啊 这都几个月了 连床都下不了 那我这儿子一样 那我这儿子一样的 我这儿子一样的 我这儿子一样的 想武德堂 想大娘 要是没有武德堂 没有大娘 也不会有我的今天 你转告大娘 我永远都是她的儿子 而今的世道 也不是海经和雁 不管发生什么事将来 只要大娘 武德堂需要 我都会亲尽全力的 那我就先告辞了 海尔娃 送送二少爷 你问我 闭着眼睛 我也不会做错 他不会是为了若阴的事情 向我来寻仇的吧 我看不是 二少爷 衣着 我说 做派变化很大 但是那双眼睛还是很坦诚的 说话也是累累落落的 按着他的脾性 与武德堂 断然决裂 离开自留警 他不会轻易地回来的 可是他回来了 回来了 还不回家 在外面 以刨除夜为生 你说 我不得不 多想吧 大太太 小姐的事 二少爷 肯定是不会忘记的 但是 他怎么会将账 散在您的头上 这是夏青城他们说的圈套 这些 二少爷他都是知道的 莫非 他是不是想报复夏青城啊 这 很难说 可是 他开的这个酒楼 离夏青城 是离得只十万八千里 怎么 怎么能报复得了呢